或一定是別人會感動的 所以這點當然有用看麻蟻自己的資訊 所以這是一個從感性的力量來報導你的新聞 下這個標題 都會讓你的新聞的重播率很高 那我們剛才講的一個數字 數字例如說他創新高、第一名等等這都是感人的力量 另外還有什麼 其實 我們這次的學運事件 他創造幾個紀錄 他創造第一的紀錄是什麼 各位知道嗎 其實在各國 很多地方攻進什麼立法院 雷斯國會的是很多 但是有攻進立法院、有攻進行政院 大概沒有 就台灣行政立法院哪個都攻佔了這個很少 為什麼 因為通常你攻佔一個另外一個就有戒備了 而且他已經進入一個動亂的時期 在全方都戒備了 所以基本上你還在攻進第二個 可是我們台灣這次的學運很特別是什麼 他攻進去之後 並沒有 所謂那種 可能燒三五月 他說燒火 換火燒房子 沒有 他只是 有一些破壞就是窗戶 他要進去 或是他要把其他來塞那個門 這有破壞以外 他並沒有其他的暴力 然後他就靜坐在那裡 所以他也沒有什麼各種暴力行動 那這樣的情況下 坦白講 我覺得行政那個行政署組長 在323那天 324那天都沒有在下來 因為行政院在行政署的課程 你知道嗎 我們行政院就在行政署的課程 警民閣 警察主部不好攀守行政院 就讓他貢獻 真的是 滑鐵架的大吉 就說 太丟臉了 我今天是國防部 我就在總統旁邊 結果我總統被貢獻了 然後光部長就簽譜下來 所以你要知道我們其實警方 當初他都沒有想到行政院會被攻走 那這樣的一個記錄就是行政院立法院都貢獻 全世界是破紀錄 然後 破紀錄還會是這個 就是說學生他是用 確實進座的方式 不抵抗的方式 我今天中午跟一個律師在談 他是有研究一些國外的一些這種學運 台灣這種不是學運啊 他說不叫學運 因為太乖了 全世界的學運都是 丟汽油彈 丟汽油彈 丟那個還有打架 還有是南部份衝擊警察 所以警察動用武力 對 是應該的 你看很多美國或是韓國 警方也是沖啊 噴水 照樣噴啊 為什麼 因為 學生也是很暴力啊 對這種暴力的人 當然警方有理由 去取離 用武力取離 可是我們這些學生 基本上進去之後 就沒有那麼暴力 他除了 就是你翻牆那個 你說他不算暴力的違法 違法 違法 不守規矩 可是他並沒有暴力 他沒有去殺人 他只是靜坐讓你取離 現在仗靈有秩序的 一種的學運 也是衝擊 所以全世界沒有看到這種學運 所以全世界各國的媒體 這是在超過六十多個國家的媒體 都抱著我們學運 而且基本上 包括國瑞士當中肯定 我們這個學運是什麼 他不僅可以改變華人世界 而且全世界其他國家都可以取法 他說太不可思議了 是這麼有秩序的學運 而且他達成效果 我說達成效果 我就說立法院跟行政院 是一個象徵性 他象徵性來看是一個行政權 立法權 整個台灣政府最高就在這裡 運作了中蘇 結果他都被攻占了 雖然立法權的行政院被驅离 可是這種人攻占的象徵 就已經浮以震撼到全世界 然後卻是那麼和平 這是他們完全不能想像的 我以前在韓國 去韓國訪問的時候 我遇過 剛好說他街上之後 我學生在抗議 然後警察就跟他們在對抗 我前面丟一個氣憂 氣憂平跟大體上 學生丟氣憂平 非常暴兵 所以我剛剛講到律師他說 全世界的學運哪有這樣子的 都是革命啊 革命就是弄到最後的 不得已 像打戰一樣 我是打輸會被你趕走 被抓起來 抓去關了 才叫結束 沒有這樣的話不叫結束 全世界的學運都是這樣子 我們台灣的確認是怎樣 自己退了 不好你打野來 那我們就退了 這也是奇跡 當然我們也必要肯定 也是馬政府 在這方面 他也有一定 一定的 就是制止 至少他沒有說 我進入 那個 立法院怎麼去 當然 最終有政治的角度 因為王靖民是立法院長 因為王靖民 如果沒有搭運去 行政院不敢去 這也是一個保護 那我跟各位透露一個 我們記者跟我講的小命名 我記者今天早上就去現場 然後他說 因為大家都在講的無牌無牙 他去那個立法院現場 結果當然還是很多保警 鎮保警察的 還在等他 那 突然一個警察 鎮保警察就走過來跟他聊天 然後跟他講說什麼 他說其實呢 要去你的學生太簡單 我們只要從通風口 放毒氣下去就好 他們就全部都太陽放進來 讓他進去把門拖出來就好 我們記得說 毒氣太嚴太嚴太嚴太冷了吧 他不用毒氣 他就用那種 讓你 人會 你昏迷的 或笑死 麻醉 讓你覺得昏迷沒有力氣 就好 那我根本就用 怎麼要 你們所遮 我就要怎麼強力攻進去服用 這樣很簡單 他們就全部昏倒在那 而且你知道嗎 我是學印创很多節目 我是現場直播 所以你在外面可以看到裡面 對 所以我一看到那邊都昏迷了 看到昏迷了 我們就進去 等他出來就好啦 誒 說真的誒 真不好警察 是啊 當然他也進去 就把那個攝影可以來掉 他就不會被拍人 可是當然也是 會被看到被昏迷的過程 可是你想想看 其實 有權力的證明 他要去 你們這些暴力 他們認為你暴力 其實太容易 他太多 方法 要我們要的問題 他要不要的問題 那 所以 基本上我們這樣創造那麼多紀錄 這部分我們來做新聞都可以變成一個第一 破紀錄的元素 所以 通常我們的新聞 會寫的元素 就是破紀錄 像我們這陣子處理的一些新聞 國外媒體做我們的 贊養 做我們的學運的贊養 點擊都非常高 因為他覺得 另外 講說從外面前看到我們自己 這樣對我們自己看的話 就覺得說 哇 這個社會好亂 你怎麼去把立法給站 就學生不讀書 還是站人家 還是靜坐在路邊 交通或影響 可是國外怎麼看 欸這很重要 你看國外 有常常這種經驗 他們也看過國有這種例子 可是他比較之下 哇塞 台灣 有這麼和平 那麼力氣 然後又達到訴求目標的運動 沒有 所以這部分 講的兩次是我們台灣的光明 雖然很多人會對於 學生這種違抗體制內的行動 可能不贊成 可是 我常常跟一些朋友講 我們很多 很多 目前爭取到的民主自由 都是透過這種法制拿到 所以 有一句話 在網路上有一句話 就跟馬英九講 講什麼 你知道嗎 他說 你說這個非法行動嗎 他請問 你的合法的這個總統 會是這樣的非法行動嗎 欸 因為本來不能總統直選 當然本來是只能總統直選 我要代選出來 現在是因為在那些違反 極有法抗爭 在衝突 才產生的這個總統跟諮詢 你的合法的總統位置 是透過非法的 那時候認為非法行動才得來 所以不要以為非法都是不好 當一定的一些重要價值 更重要的時候 你要去屠風那部分 它才會帶你一個國家社會進入 那時候用二法一法來規範 那是錯誤的 如果這樣的話 我認為法律永遠是被政府掌控 所以 其實馬總統在跟學生 談話的時候 他很奇怪 他說我們是法治國家 法治國家 我們應該要遵守法律 可是 因為說我們台灣 雖然是民主國家 我們對法治的概念是很少的 但是法治國家的意義是什麼 各位知道法治國家的意思是什麼 在西方的法治國家 是治理面的治理 法治國家的定義是 這個法治是規範國家 規範政府 不是規範人民喔 反正有講法治國家不法治 所以你要遵守法律 剛好相反 法治國家是規範政府 所以法治如果我們用字面來講 就是依法治理 對不對 所以政府呢 他只能依法律來治理 所以他法治是指這個意思 依法治理是說 如果你沒有根據法律 你就不行 所以法治的這個定義 不是用來約束人 你說你不可以做什麼 他只能依法治理 所以法治是 為什麼法治國家的定義 不是說人民要守法律而已 而是因為 在西方的民主發展過程中 法律是擔心政府權利太大 所以進出法律 讓政府不會濫權 這才是法治的真理 所以 我不是說法律 任何人民都可以回到法律 但是呢 政府用法治來講說 你們要守法的時候 其實是很方便 因為政府本身要先守法 那 當政府 好幾個例子 他例如說 那個 文化條例 他要過的時候 他就 根本就不管你 他就30秒就過了 他有沒有說法 可是他卻當作沒有關係 但是你要知道 法律是規範政府 所以他本來就應該更嚴格被受規範 另外 我們知道 到現在 那個行政院從來 我承認錯了 就是他們區域裡學生 違反比例原則 學生躺在哪裡 他用固子去打 他沒有抵抗他用固子 這已經違反區域裡的比例原則 可是 我們行政院跟警察署同樣不承認 這是這時候法治的重要處在這裡 你違法 這政務人員 公務人員 有公權力的違法 他就要受到法律制裁 那為什麼要略出這些人 因為他有公權力 不然他可以拿警棍 到你家前面 維持秩序 為什麼 為政府不公權力 可是如果他違法的時候沒有制裁 這不會不得了 就會變成警察國家 所以法治的第一次在這裡 我們在注意那種新聞的時候 我們必須要 其實很多記者 在這次的學習中 採訪中 學習到非常多 所以我們在討論新聞的時候 不是只有判斷 誰打架誰衝突 我們還看到一件事情 原來法治的概念支持者 我們再跑出來了解 符貌協議 到底對我們好還是壞 那記者不能有太多先入圍圖的成績 因為我支持學生 我覺得認為符貌一定不好 也不可以這樣子 我們必須要自己去了解一下 各種正反的說法 到底符貌很不好 自己做一個基本判斷 那而且我跟各位講說 這部分要脫波來看 很多非法的抗爭 它固然問題有到 可是你知道嗎 在一個越健康的國家 越民庭的國家 它是允許這種思緒 暫時的思緒 因為只有在共產黨的這種國家 它就很怕這種思緒 你這種隨便的思緒 就會如火料 它就不得了 可是在越健康越民庭的國家 越不怕 因為它知道你會控制在地 你會有節制 會一定的行動 所以它就怕這個會影響 動搖國本 只有在威權獨裁國家 一旦這個村 跟另外一個村串聯起來 整個暴動之後 你都不得了 所以他們遇到第一時刻 一定要鎮壓 任何中共它一定鎮壓 為什麼 因為它如果不鎮壓 另外一個地方就會跟著炒起來 那就是不同的地方 所以我們要很高興的一點是說 因為我們台灣至少 經過那麼多的抗爭 我們社會還是算進步 還是安定 所以 各位 我們他們提供 我們要跟韓國比對不對 跟韓國比 可是 如果我們要來跟韓國比 剛好這是一個最鮮明的例子 以前國民黨都會跟我們講什麼 如果我們不安定 就不能發展經濟 如果我們上次要安定 才能發展經濟 才會做得好 那所以對這些那種 少數的暴力分子 真的不害 影響交通成本 這算可以 然後呢 韓國到現在 20年來 都是沒有間斷的這種 學運啊抗爭 從來沒有間斷 可是韓國現在又沒有錢 發展又不好 欸 顯然它沒有影響啊 它並沒有影響 這些抗爭並沒有影響到韓國的發展 它剛好是成為 國民黨的說法 一個反對 那為什麼 因為我們要知道 其實這個社會的結構 它很容易趨於安定 趨於安定 就是假設你不去突破改變它的框架的話 它就會越有力的就越有力 無力的話 因為沒有人要理它嘛 它弱勢 它沒有力量去發生 它就越無力 如果你不去改變它的架構 它就平衡選出 比較嚴重 或者說 它看來還是安定 可是那些 逼上一個衛生 它就會造成 其實那才是嚴重的 可是在還沒達到那裡的時候 就有抗爭 就等於是用講證 你不要等到最後一天要革命 我們不要用一定要革命那種階段嗎 我們可以用透過這種的短暫的抗爭抗疫 來用平衡 有這種的失衡 所以如果你馬來車他們做那個人體的結構 人體有時候會 這個有副理師在這裡 我是解釋 人有時候也需要一些平衡 譬如說你生物身體哪裏 比較多一點都會造成不好 太少也會不好 它需要平衡 所以其實我覺得 我要把這種的抗爭 不管是違法還是什麼 都是一種維持 這社會和平很重要 只要這些不平的人會出一空氣 各位知道觀察波人事件嗎